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索爾 繼續來進行新遊戲介紹企劃 希望能幫助各位朋友能快速了解新遊戲 本次要來介紹的是 SNK格鬥世代 這是一款SNK正版授權RBG手機遊戲 收錄了SNK多年來許多知名系列的角色 遊戲中設定每一個不同的系列 都為真實的存在 且在劇情中皆為平行時空 主場景格鬥之城 則連結了各平行世界 來自不同世界的格鬥家 可以通過時空之門跃遷到此 玩家將扮演格鬥家經紀人 與草之金、八成安等頂尖格鬥家 一同展開系統人心的策略布陣和格鬥冒險 以上就是SNK格鬥世代大致的背景故事 再來直接進入到遊戲來做介紹 接下來會介紹幾個遊戲中主要的系統 讓各位朋友能快速了解這個遊戲的機制 與遊戲大致的玩法 首先從主隊談起 因為這款是RPG遊戲 所以戰鬥是以一個小隊組成 隨著遊戲進度最多可以上場六位格鬥家 分成前排跟後排 戰鬥時敵方輸出是先打前排 基本上就是把血多防高的放在前排 攻擊手放在後排 接下來是角色養成的部分 首先是等級 角色等級不能超過帳號的等級 升級只要吃今天的道具就好 前期因為戰鬥等級不會升很快 所以今天的道具都是夠用的 接下來是進階 進階是另一種提升機制 提升之後角色的名字後面又變成 加1加2加3一直上去 進階給的屬性不少 最多可以進階到20 因為進階吃材料就可以升級 升級給的屬性不少 彩列在主線關卡過關之後可以少當取得 建議一開始最好花一些體力來拿材料升級 但有一個問題是 這遊戲體力給的很少 而且是6分鐘才回一點體力 所以要間接就需要花比較多時間在這了 再來是升星 這邊就是角色升星 需要角色順便才能突破 角色順便就需要抽卡才能獲得了 突破可以增加一些技術能力 每個角色抽到都是1星 升星可以突破到5星 接下來是技能 技能無法升級 部分被動跟終極突破 需要星速到才會解鎖 接下來是裝備 一個角色能裝4件裝備 裝備可以強化、製作、精煉跟刻印 但都需要花錢或材料升級 需要花時間去農材料來升 再來是魔方 魔方會加全體角色的屬性 升級道具需要通關主線關卡才會拿到 最後是芯片 芯片是額外的戰鬥機制 是一個技能可以施放 施放後 玩家扮演的經濟人會跳出來放技能 芯片在戰鬥中可以經由玩家手動施放 或者是AUTO讓電腦自動施放 AUTO的情況下會由左到右依序施放 芯片能升星 但一開始拿不到升級用的道具 所以就只能一星加減用 角色的養神就接到這 接下來談招募 招募就是抽卡的地方 遊戲目前只有三個卡池 格鬥加招募是一般的大池 來看一下卡池規則 SSR5% SR50% R45% R的機率比SR還低 這是滿有趣的 保底的部分為40抽 抽到SSR之後保底次數會重置 也有願望單的設計 放入願望單的角色 機率會增加30% 可以選兩隻 但願望單需要先抽滿100抽之後才會開啟 100抽之前是不能設定的 可惜的是卡池沒有細部的機率表可以看 看不到實際上有多少隻角色可以抽 哪些是SSR、哪些是SR等 有點不是很方便 再來是友情招募 需要加好友互送友情點才能抽 因為並沒有針對友情招募有特別的說明 機率的部分可能跟格鬥家招募是一樣的 最後是獵頭招募 這個只可以抽到指定的格鬥家 當然需要這樣50幾才會開啟 一開始是不能抽的 卡池的部分就到這裡結束 再來談商店 商店裡面有日常 也就是用鑽石買道具的地方 有部分道具需要等級到了才能買 這邊可以看到 又來抽卡的紅玉通行證 一抽是250時 獵頭招募用了黑金通行證 一抽是510 再來是道館 這邊用遊戲幣可以買一些好管度道具 接下來是協會 這邊需要家務協會 解協會相關活動才能拿到幣來買道具 再來是禁忌 這邊需要打競技場賺幣來買 再來是印象 這邊有賣部分角色的皮膚 皮膚會影響戰力 但印象交換券需要花錢買禮包才會拿到 要買兩包六百七的禮包才能買一個皮膚 不是很便宜 再來是月卡 月卡有三種 前兩種除了鑽石之外還有一些特殊功能 第三種就是存拿鑽石跟道具 而且會議帳號等級不同 拿到的獎勵也不同 最後是儲值 33元60時 比值大約為1比2 這邊可以看到紅綠通行證是250時 大概是125元一抽 黑金通行證是510 大概是250元一抽 雖然格洞下招募4抽就保底 但每一抽的單價相對下遊戲是偏高的 最後介紹主線跟戰鬥機制 主線是採用章節式的 每一個章節有10小關 過關只要打倒敵人就算通關了 就可以拿到獎勵 沒有三星通關的機制 算是比較簡單的通關機制 所以只要打贏就好 就不用顧慮有沒有死人的問題 接下來介紹戰鬥系統 進入戰鬥後 角色會自動攻擊 是無法控制角色要打誰的 就只能靠布陣來針對 玩家能控制的是左下的芯片 新放芯片的技能需要人量 人量會隨著回合數慢慢增加 人量只到了就能呼叫芯片 這遊戲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系統 就是可以直接跳過戰鬥 右下角有個跳過按鈕 除非特殊主線劇情 大部分關卡都可以直接跳過 確認就是會淪為戰力遊戲 就是看戰力比數字大小的了 戰鬥系統就叫到這 非常的簡單 最後談一下SN格鬥世代的小姐 基本上我覺得是有點可惜 一開始我本人以為這款遊戲 會跟K of All Star一樣是動作遊戲 但沒想到竟然是跟 匪紅的神約一樣的放置類RPG 遊戲系統也幾乎跟匪紅的神約一模一樣 就只是名詞不一樣而已 架構上可以說幾乎是一樣的 再加上這款是賣SNK的IP 而且是正盤授權 但不知為何 立繪畫的跟原作物其實不是很像 讓我有點小失望 再加上時不時就跳出 如畫面中所示的禮包購買 這點我上次在獵人的影片中提過 我能接受遊戲公司需要賺錢 賣禮包是合情合理 但一直跳出來破壞遊戲節奏 我就覺得很不能接受 劇情的部分應該是多個遊戲要整合在一起 所以就只能用平行世界方式解套 這點就見仁見智我就不多談 但角色音效的部分真的就是十分還原了 每個角色音效就跟原本遊戲是一樣的 抽卡部分雖然保底抽數低但單價高 能不能接受就看各位玩家自己的考量了 這遊戲比較適合SNKIP的忠實粉絲 又不喜歡複雜操作的玩家 畢竟可以直接跳過戰鬥連操作都省了 若是比較在於遊戲性的 就沒有那麼推薦了 因為這遊戲沒出PC版 只有安卓跟iOS的版本 若想要使用電腦玩這個遊戲 我建議使用夜神模擬器安卓9版本 我平常實況跟遊玩都是用 夜神模擬器安卓9版本 夜神模擬器使用上非常簡單 安裝好之後 點擊畫面上的TOS資料夾 按住畫面往左滑之後 就會看到Play商店 之後就跟手機操作一樣 搜尋SNK格鬥世代 就可以下載遊戲開始玩了 若沒安裝過夜神模擬器的朋友 夜神模擬器的下載連結 我會放在說明欄內 可以去下載來使用不用錢的 就提供給有需要的朋友囉 SNK格鬥世代就要到這 再次提醒大家要記得訂閱本頻道 訂閱後不要按下訂閱旁鈴鐺開通知 之後有新的遊戲介紹影片 您就可以馬上收到通知囉 並歡迎各位朋友來我的遊戲時光聊聊 每天晚上在Youtube開播等您來喔 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